2012年度中国套排行榜颁奖晚会系列活动 金曲发布会4月19日在北京举行 排行榜评选出的30首年度金曲及创作奖项 在25日颁奖里放奖前被揭晓 当天歌手代表蔡依林、魏晨、李肖云助阵发布会 并捧回奖杯 心情不错的蔡依林说起了几天前的演唱会走音 职员自己不是机器肯定会出错 其实我觉得对啦 下次因为有时候会太嗨会忘记 或是因为我不是机器 所以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些小小的失误 其实每一个艺人的状况 有时候可能是那一天的嗓音不好或是什么样 但是我知道我失常的时候 我自己也会心虚一下 总是在演唱会上展示舞蹈体操动作的蔡依林 却表示自己不会参加类似跳水这样的节目 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跳水我比较引不起我的兴趣 对然后所以我就没有考虑 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体操的结合 那体操自己之前也有练过一些 但是对于要从高空这样体操 我觉得那个恐惧感是必须要先克服一下 优酷娱乐播报 北京报道 优酷英剧频道中霸上线 算议英剧精彩优酷